举行了反恐团结大游行 有370万人参与是破天荒第一次 那么这个这已创下了法国史上公民运动的新高记录 同时还有50位世界级领袖 手挽着手跟罹难者家属走在队伍的前面 留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经典画面 巴黎共和广场万头三洞 成千上万群众只会喊出他们共同的心声 在共和广场的女神像上 民众挂起标语 游行队伍出现各种道具笔 象征漫画家的言论自由 不管信仰的是哪一种宗教 大家都起居一堂 破天荒的场面 还有50位世界各国的领袖 也前来共襄胜举 包括英国首相卡麦隆 德国总理梅克尔 就连死对头的尾巴双方领袖 也破天荒齐聚一堂 大家手勾手一起向前走 这天的巴黎不再只是时尚浪漫之都 而是总理欧兰德口中 不折不扣的反恐之都 不过美国媒体却找不到欧巴马 自然反恐游行遍地开花 还引起全球各地大串联 不过法国穆斯林和主流社会的差距 并未因此而减少 掌声欢呼声气笛声不绝于耳 这场史无前例的游行持续了七个小时 尽管夜深了 人潮却迟迟不愿散去 虽然人们手持烛光与画笔 代表法文团结的字样 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不过法国的宗教纷争 和种族歧视的根源并未解决 到底这场团结大游行 能阻止多少歧视 衍生的仇恨 只能等时间来告诉我们 记者综合报道